一人死亡 而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 也惨遭暴雨袭击 车子被冲走 警察也受困 灾情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路面出现超大天坑 泥流洪水不断往下流 仔细看竟然吞掉了一整辆车 卡在分隔岛下方动弹不得 惊人的天坑出现在意大利 卡拉布里亚一处公路 因为连日暴雨 路面被冲破洞 幸好驾驶没有受伤 意大利豪雨沉灾 街道四处淹水 阶梯淹成瀑布 空拍细细离岛 只能看见一片泥泞 还造成土石流 出动直升机垂降救援 受困屋顶的居民 受灾情况相当惨重 波隆纳也传出死亡 美国新墨西哥州 一夜之间暴雨沉灾 街道变成汪洋 汽车被冲走 驾驶惊险爬到车顶 有的车快要灭顶 警察出动救援 也被困在水上 一旁还有救出的受困民众 一同待在汪洋 不知该如何是好 多地爆发山洪 在罗斯威尔 汽车惊险被冲落 挂在桥边 这场墙降雨百年不遇 降雨量达到创纪录的 147毫米造成死伤 加拿大也有暴雨灾情 河水暴涨冲断树枝 还快碰到桥底 民宅边出现瀑布 路面满是泥浆 还传出有汽车和房屋灭顶 更连防带人一起冲走失踪 降雨规模 让当地人直呼前所未见 记者王旭报道